今年德國慕尼黑車展吸引了近670家廠商 其中41%來自亞洲 參展的大陸車上兩年前增加一倍 一位民眾正在看大陸的比亞迪車款 比亞迪預計2025年開始在歐洲生產汽車 另外包括了大陸明爵、未來等新能源車 也將大力拓展歐洲市場 大陸新能源車登陸歐洲的強烈企圖心 引來了歐盟對大陸進口的電動車 啟動返補貼調查 再決定是否要祭出了懲罰性關稅 用來保護歐盟汽車製造商 對此大陸認為歐盟預計採取的調查措施 是以公平競爭為名 行保護自身產業之時 將嚴重干擾全球汽車產業鏈和供應鏈 並對中歐經貿關係產生的負面影響 特斯拉中國日前才迎來了第兩百萬輛車出廠 一開始大陸所有純電動車在設計時都在學習特斯拉的優點 如今特斯拉中國一年兩次降價 也顯示新能源車在大陸市場的白熱化 特斯拉王位恐怕不保 TVB的新聞 葉俊宏 陳向如 總和報導